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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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貼題 我也要照顧 我想補充一下Amy剛才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填詞人 會和中國大陸出生的生長的填詞人 會有很多意識認同 香港的演藝界其實都是幸福性命 不需要多作介紹 但可能多不多的男朋友 也未必一定很貼地了解香港的流行文化 陳偉忠在香港藝壇 中華多年曾經為無線多出電視劇的主題曲 填詞包括了《新帝女花》 《火舞王花》 《金枝玉葉2》 這些電影主題作品包括《十月圍城》 《大上海》《暴風雨》 《月雨林》《歌》 包括很出名的《美茶和天閣》 《音樂劇》方面有《音樂劇場》 《事不宜遲》《半告詞》 《由音樂劇》到《瓜梅界的田池盡路》 《現在播映的劇本》《《日本集》 《越寫越順氣》 《沈偉忠》的劇本選集 這是他最新的作品 另外之前他出版了一本很精彩的《半告詞》 這兩本書今天沈偉忠都是專程由香港帶來 如果你們有興趣 在我們今晚的講座之後 可以找他就可以買到這個作品 好 請我們大家一同 這張照片要給大家看看 要不是要掩一掩火 因為這個樣子已經不合在 而且昨天我很不合 很享受到《歌壞踩單車》的經驗 結果昨天濕平衡下落地 我昨天有急情勢 我現在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需要先說一聲 我的影響使用 特別是你自己保護 OK了 這個樣子 所以我今天沒有集中時間 也很巧妙地放在這裏 所以偶爾我要這樣看 就是這樣 就是張國榮的名曲側面 OK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 叫《寫越順本部詞》 梁博士叫我 做一個什麼題目 很好啊 剛巧我出了半部詞在先 去年書展出了一本 愈寫愈順氣的劇本集 不如將兩個名字平在一起 就是講《愈寫愈順》 半部詞 這七個字 其實也可以是我自己的經驗之談 在《愈寫愈》的歌曲創作方面 我真的有種感覺 現在是愈寫愈順的自己 順到一個地步就是 愈來愈好玩 但是愈來愈想問 要再難一點的事情做 但是那個難度已經 現在的難度已經不只是 寫詞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是回顧之前 也可以展望一下將來 剛才陳局長的支持 陳署長 陳署長 佔了他 影響他的工作 不要播出 陳署 我們再來 CUT 剛才陳署長 他的支持裡面 提醒了我一件事 就是 我這次能夠來到多倫多 都是要多謝西舊文化區 他們都有份贊助我 大家好